如果你的男人 有21個以上的信派率 你的風險又變成快10倍 如果他女人 如果子宮頸有一些病件的話 男人 你是脫離不了幹死的啦 子宮頸癌疫苗 目前台灣的適應症是放在 9到26歲的女性 男生也可以 你是說